最近成龙大哥可谓是行程满档啊 目击忙着新电影机器知识的宣传活动 还一直关注着中国电影的发展 12月17日成龙大哥写成家班 出席了电影频道影业有限公司 合作的传承计划项目发布会 说起传承 成龙大哥称成家班已经第八代了 他希望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为电影事业做出贡献 他们上台比我自己上台更开心 今天我已经不需要任何想象 你哪想了你们上去 我看见我的那些子弟们拿奖 这就是传承 我希望你们更加努力 我一直叫他们带领更多的人出来 现在我们成家班是国际性的 有德国 日本 韩国 俄罗斯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你们看见那个黄牌乐风 也是我的徒弟 做武士指导导演的 所以我看见我的成家班 在世界各地的去帮人家做武士指导 非常开心 这就是我的传承 成龙大哥不仅带领成家班 传承电影事业 自己也是一直坚守在电影事业的前线 创造了无数个精进角色 不断挑战自己 现场成龙大哥有爆料称 明年将指导文艺片 期待不一样的新作品哦 真的 如果每年你们都看见 最全一二三四五警察公司就很闷 所以你们将会看见 很不一样的成龙 今年年头或者是年中 明年的年头 我自己会导演一部 完完全全是文艺片 二三五警察公司的